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开小运动会啊 难道是灰太狼要离开青青草原 这也算是好消息 可惜不是这个 我知道 是我们以后都不用做作业了 难道你的脑袋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 好消息就是 从今天起 我们学校将要穿统一的校服了 校服 村长 可以不穿吗 不行 这是为了使我们学校更加的规范 只要是学生都要穿校服的 那 村长要不要也穿村长服呢 这个嘛 算了 现在开始上课吧 不错啊 真是赏心悦目啊 谁看了都喜欢 好好的 穿什么校服啊 爱手爱脚的 这对我们根本就不是好消息嘛 这也太难看了 不会呀 这衣服蛮好看的 我喜欢 讨厌的校服 废洋洋 怎么像服穿在你身上就变了样了 班长 这你可羡慕不了 这是我个人独特的穿法 可以凸显我的个性 班长 你可不要跟风啊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西洋洋 西洋洋 你的造型不错呀 当然了 这是今年最具创意的打扮 富洋洋 你认为呢 我 我还不算是最落后的一位 还好意思说 是让你们开开眼界的时候了 怎么样啊 我这才叫实在的创意呀 难道你们就不怕被村长发现吗 你不说 我不说 大家都不说 村长怎么会发现呢 我已经发现了 你们太不像话了 看看 好好的校服被你们弄成什么样了 村长 我们只 不用说了 为了规范你们的行为 纠正你们的错误 从今天起将由这位警卫监督你们的着装 哎哟 还有机器人 不错 这是我新研制的机械警卫 他只认穿校服的人 谁若是不好好穿校服 机器人将体罚他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小肥羊竟敢如此大胆的出来游荡 而且还穿着鲜艳的衣服 莫非真的是目中无我灰太狼大王 太不给我面子了 竟敢轻视我灰太狼大王 看来今天我非要抓一只小肥羊 给它们一点颜色 瞧瞧 小家伙 今天算是皮你了 村长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非得我们出来旅游 今天是你们穿上校服后 第一次出来旅游 我看哪 是村长想带着我们 显摆给草原仗其他的动物看的 村长 转无聊 有人说我坏话了吧 没有啊 村长 我们怎么会说你坏话呢 是啊 村长 那到底是谁呢 是我 灰太狼 可不就是我嘛 大家快走 老先生 要不要帮忙扶你一把 我可是很乐意的 喂大狼 少得意 好 哎呦 老婆不要啊 容我再想想办法 老婆 我又想到捉羊的办法了 哎 是什么好办法 办法嘛 就是它 喂 等等 大哥 请稍等 我可是羊村的学生啊 是啥菜 谢谢 大哥 快跑啊 回太狼 来啦 快跑啊 我ич得חuu percentage 灰大郎叔叔 想念你们可是很久了 真的要谢谢这套衣服了 这位同学 现在课没到放学的时间呢 快回去上课去 老先生 该上的课我已经上完了 你是灰太郎 回答正确 这就叫做顺手牵羊了 拜拜 我的大兄弟 对不起 我不再需要你了 不穿孝虎 违反规定第一次体罚 不要啊 我马上就穿上 乱穿孝虎 违反规定第二次体罚 大哥饶命啊 我马上摆着了 这下终于好了 买装校服 违反规定第三次状况 不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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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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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得下飞呀 我一定会回来的 各位同学 今天将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好消息就是 从今天起 你们不用再穿校服了 村长英明 不过 大家又佩戴统一的校徽 难道整整齐齐的不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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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